为了鼓励民众参与艺术文化 同时增加民众艺术赏息的机会 文化局特别邀请艺术家黄晴鸦前来参展西化作品 黄晴鸦毕业于台中教育大学美术系 从事艺术教学跟创作 2015年开始逐年推出各展 展览主要是以油画创作为主 绘画题材广泛 欢迎民众一起来感受年轻艺术家如何透过绘画 来呈现生命经验点燃各种可能性 年轻艺术家黄晴鸦因文化局的邀请前来参展西化作品 文化局表示此次主要展出作品 包括残忍的午后 阳光洒露出及漫步在巷弄里 透过笔画在画布上留下富有节奏的笔触 试着营造出和谐气氛 颜色的繁复对叠 没有目的性的挥傻 巴蓝的配置 成就出艺术家与自己度质对话的空间 观赏者也能从中感受到 艺术家的失落 压抑 焦虑 激动 缺耀和感动 毕业于台中教育大学美术系 从事艺术教学和创作 2015开始逐年各阵 展展主要以油画创作为主 绘画题材广泛 在画面上笔触富有节奏的谈调者 脱一则去营造出和谐气氛 颜色上的反复堆叠 与没有目的性的挥傻 斑斑配置 找寻内战的本质 取莫守着自我的可能性 没有过多的枷锁 更为自有奔放 对黄青鸭来说 绘画是潜意的 是一种贴近心灵的呈现 提起画笔 笔触在画面上富有节奏的弹跳者 同一者 试着营造出和谐的氛围 呈现颜色的反复堆叠 没有目的性的挥傻 以及斑斑的配置 在与自己独自对话的空间里 失落 压抑 焦虑 激动 却要喝感动 会不知所措地反映出生活的点点滴滴 每一幅作品的完成都是一种沉淀和累积 有时候出乎意料的结局 反而成为画面上的小小惊喜 黄青鸭说 每一幅作品都是性情的沉淀 她喜欢用画笔和彩色盘 陶醉在异想空间里 构筑出美的作品 更享受这种创作的自由度 探索着梦想的路 她其实自己能设对更多的风景 将这段旅程的风光分享给每位女人 文化局表示 黄青鸭西化各种 将专画作经由斑斓的色彩和奔放的线条 谱出鲁乐谱般的美丽旋律 心想作品 心情获得解放 对人生充满习惯 将期从直日起到11月13号 在武化局制约夹展室展出 欢迎民众播客前往成规 来趟南南的艺术饗宴 记者查世奇 南投采访报导